妹妹们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款内衣 然后我让小瑞盼盼 然后陈陈啊 迪迪啊 胸大的都给大家试过了 胸小的也试过了 他是大胸显小 小胸聚拢的 瘦多显少 真的贼拉好穿 来盼盼 你看看啊 适合于什么样的胸部 胸部外扩的姐妹有没有 有 小瑞看看能感觉出来 其实喂过奶的宝妈们 基本上都会有点下垂外扩 下垂外扩的姐妹 一定要穿这款内衣 因为等一会儿我让你们看 她的这种调整性内衣 她调整的真的是特别好 妇孺的情况 你看小瑞 真是不小瑞 真是 我都是这样的 我穿衣服都这样 为什么我要穿调整性内衣 不是为了说好看 这只是其二 其一一定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她如果往下垂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 往下垂的时候 她这上面这个肉 她会往下坠 对 往下坠 这里边的这个神经纤维都被坠断了 对 坠断了之后 所以说为什么中年的妇女老师 胸部有问题去找医生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对 然后腋下的那个肉 那个腹乳的位置也是 腹乳情况下就是长时间的堆积 堆积到那 对 她就真的好不了 她没有收在里面 她收不进去 因为我们是运动不了这个位置吗 运动不了的情况下 她就 就堆在那 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腋下要割一下 什么的 刀切一下就那种 对 全部 这是为了健康 一定要穿调整性内衣 姐妹这款内衣 她为什么是调整性内衣 平时我们见过有鱼骨的内衣 对 基本上的鱼骨内衣 是不是都这样的 对 是不是来 这款内衣浅浅色的看得更清楚 33根鱼骨姐妹看好了 如果你的胸部下垂外扩 它直接30多根鱼骨往上收 腋下的位置也是它直接收回去 对 你看两边都是这样的 对 而且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个 胸脱的这个位置是一定要 脱得住胸但是不要勒 它有专门的一根 往那拖着 2.5厘米的大宽肩带 没有不会出现这种勒痕 不会出现这种勒痕 如果是说窄肩带的话容易出现勒痕 它这个肉你看 肉一勒 勒得狠了 它就往里边跑 对 是不是 而且它那血液不怎么循环 后背的调整特别牛 它们家 你看它们只有中间的位置是四排扣 两边 腋下的那位置都是做了六排扣的一个宽度 看没看到 对 就是几年前小瑞 咱们自己穿那衣 是不是都穿这样的 对 就勒 是不是 像这种的背 它是不会出现勒痕的现象的 接着它比较牛的地方 它不只是调整型的地方 也比较牛 它更加牛的地方 就是它们胸垫 你看它这是一个拖耳朵背 专门是针对于夏天穿的 它里边这个拖耳朵 它是做的乳胶材质 它是做了天然乳胶 92% 它里面不只是有天然乳胶 它的乳胶里面 才含负离子 负离子的测试结果是 1151的值 是的 来 你知道为啥要给它穿那个 带负离子的这个值吗 你看我们每个女人的胸部 它前边都有一个头 头里边都有一个眼 就是说小孩喝奶的时候 就从那个桶里边 会出奶吗 月子期间 你要胀奶的话 是不是都胀到腋下了 对 所以说那个孔 是连带着我们的身体的 如果是不喂奶的情况下 它还会分泌 其他的东西出来 不管生没生过孩子 都会分泌 分泌出来之后 就证明这个胸部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 会呼吸的一种感觉 对 你看一下 它的这个离子值 牛就牛在这 你看普通的内衣 它的离子值是40到50 它会诱发这些东西 不好 对 然后你看 你到城市公园 才是400到600 我们是1151对不对 对 我们相当于整个胸部 一直长年就在乡村田野里面 它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抗菌力 这款内衣牛就牛在这 基本上很多粉丝穿过 都是好评 对 全部都是好评 我们上一场直播 播了4000多单 对不对 对 4000多单都来反馈了 所以说 这个是线下门店同款 到5月份的时候 我就不能再播这个款了 嗯 所以今天下午跟晚上的情况下 我们稍微再播一下 行 稍微再播一下 我们搞出来了 大概500单库存 上午播了200多单 还有200多单 稍微没有讨厌 我们下午427年